什么是VR?这个得从肛中之脑说起,VR是你现实。 曾经,某位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, 假设通过某技术将大脑从人体取出,并将其放入一个装满营养液的钢类, 营养液维持着大脑的生理活性,超级计算机连接神经末梢, 并向肛中的大脑传递各种感官的神经信号, 然后对大脑发出的指令,给予相同的信号反馈。 在这种情况下,大脑会被蒙蔽,误以为自己身处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, 但实际上大脑所体验到的世界,其实是计算机制造的一种虚拟现实, 只是大脑并未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虚拟世界中,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? 因为通过计算机给予大脑相同的各种感官输入可对应的指令, 大脑对自己正在划船这一点坚信不疑, 简单的说,只要对大脑的收入和反馈,足够真实劝密有效, 使你的环境也能带来真实的体验。 这个大胆的设想,目前在技术和论语上都没有条件进行实验, 但是其想法却和目前如火如荼的技术,VR有些类似。 那么VR到底是什么呢? 说简单点,VR就是通过计算机等一系列技术, 造造一个虚拟的空间,并模拟各种感官输入来吸填大脑, 并让人生进其中,与虚拟世界进行交付。 什么是VR,首先我们以2018年初在西班牙巴塞罗南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的大热的VR应用为例, 说下VR的直观感受,这个应用叫飞银峡谷, 模拟的是乘坐热气球飞升在高空, 宝览非洲峡谷,繁华都市,热带雨里等奇怪, 现场有一个真实的一比一热气球缩仓, 以及让体验者可以真实操作热气球的控制系统。 触碰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真的, 从座位到燃料都是真实不假, 但也仅限这些基础设施是真的了, 之后你看到的, 听到的, 感受到的, 加速飞升时的操控和降落时, 施重的感觉都是虚拟出来的, 想想它, 你按下启动按钮, 热气球开始点火并加速飞升, 你能看见气球推进气上熊熊燃烧的火焰, 能感受到火焰的温暖和热风的吹拂, 720度无磁角的从各种角度欣赏下古奇卦, 头顶的蓝天白云, 你旁边的乘客的鸡鸡喳喳, 以及不远处其他气球的随风飘动, 此时, 虽然你只是坐在展厅的一个火焰热气球座舱里, 但你看到的, 听到的, 感受到的之全部是在高空的热气球里欣赏的美景, 你的大脑已经完全投降, 沉浸在这虚拟的世界之中, 并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, 你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是这样的, 而实际上, 你只是站在V2展厅里的热气球模拟座舱上, 带着V2头盔而已, 手舞足蹈地沉浸在距离的世界中, 旁观者可能觉得傻兮兮的, 带此非欲言之一致了呢? 好了, 通过上面的例子, 大家对V2应该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, 但夜姐是怎么定义V2的特点的呢? 简单的说, V2之所以称之为V2, 主要有三大特点, 夜夜夜交三爱, 沉浸的模式交互interaction, 好想Imagination明天将为大家写V2的三大特点, 敬请关注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